女士与宝先生是一对中年未婚的恋人 两个人今年都是46岁 三年前 这对曾经感情受过伤 迟迟未能找到合适对象的大龄青年 惊人撮合走到了一起 我在这方面很简单 就是怎么说呢 找个伴 有孩子更好没孩子也 也无所谓 互相能照顾一下 这行 宝先生说他的要求很低 本以为很容易实现 可是在与张女士交往了几年之后 他发现结果完全不像他设想的那样 第一是没法沟通 第二是他有所 别说敢了 连承认都不承认 按宝先生的说法 导致他们这段中年恋难以维系下去的原因 在于他的女友张女士 然而面对男友的指责 张女士却觉得心中很圆 他老是说我有心理 有心理疾病 心理障碍 他想 正是这一点 因为我扶荣了 张女士说 在事业单位上班的男友宝先生 七年前考了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据他分析 可能是这个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 让他的男友有点走火入魔了 因为他学了这个 他老是不管接任何人 这个人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个人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比方说我这种抱了一下手 你这是抵抗我的 你不接受我的意见 我这人挺聪明 但是我聪明更多的是表现在对知识的学习上 面对女友给出的判断 宝先生完全不认可 我自认为我比他更善解人意 我必须得做到就像甄嬛 他心里边想什么 我能做到他想要去 这真是陈姐做不到 如果你们是恋爱关系 快点分手 观察员蔡建武到底在这对恋人身上看到了什么 以至于让他如此坚决的劝他们分手 520米电视台 你活得很累 面对学过心理学 已经取得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宝先生 我们的调解团队该如何应对这种调解呢 您所讲的这些道理 我们不以支持 同为心理咨询师的观察员李金平 又会如何看待宝先生在现场的一些言行呢 让我们共同期待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张律师 对 一位是宝先生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分别是什么 我们俩人相处三年了 他都说我有心理障碍 心理问题 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 反驳这一点 第二个 就是看我们俩人师父 还能继续走下去 宝先生呢 你的诉求 两个人都岁数挺大 笨无的了 如果能合的话 就开开心心地合 如果合不来的话 咱们就心情继合地分 他说你给他的判断是心理障碍 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是08年专门考取的心理咨询 二级咨询师 你认为是他的心理问题导致你们的相处不愉快吗 是因为他 你觉得你存在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我不重担 好